波喜劉開鑿也跟他在彰化的經驗有關 就是彰化的八寶俊的開鑿也有關係這樣子 那其實他就是信義區的這個農業發展 也見證了台灣的農業發展 然後北台灣的農業發展 之後信義區的發展裡面有個很重要很突出的地方 就是礦業的發展 很多人大家都不太記得 比如講礦業會講到基隆 但是信義區的這個礦業的部分就很有關係 信義區像松山煤這個部分 就其實都在信義區的延山的四壽山系啊 東港山系的這些開鑿 可以有這些煤礦的部分 那這邊就會運到比如說 松山站啊這邊去會合啊這部分 所以這地方的開發在日治時期的初期就開始了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部分的關聯性的產生 所以台北機場落腳在這邊是有一個這樣的邁路到天 當然是松山驗場的進來 那當時的這個開發案算是一個大的開發案 我在講那個當時是1930年代 所以這個開發案對當時的城市發展很重要 第一個代表的意義是 日本人在台灣實施都市計畫確定要發展一個工業區的概念在這邊落腳 第二個事情是說產業的發展 產業發展我要舉一個例子 當時的台北機場的意義會很重要的意義是在於他當然是一個高新科技產業 大概就是高新大陸用的 要是在台灣以前大概就是新竹科學園區的概念 就是有一個大樣的工廠 然後先進的設備 然後有就業機會的一個考慮 所以順便提一下松山驗場當時建廠的時候 呃台南士生還上台北來請願 說松山驗場應該設在台南 我們台南鄉村已經幫你總陸府找好地了 你趕快來這邊蓋 當然一樣啦 官員不會聽老百姓的話這樣子 不是這樣講話就有篇步 我就說 我就說 沒有因為 因為台南是已經開發的地方 所以他人老找到的地就是六萬坪 可以給他蓋原來的空間 但是當時的松山驗場是有考慮擴建的 所以松山驗場當時的考慮 他後來大巨蛋的位置 其實當初是日本人考慮要擴建 所以他認為他的產業產量會倍增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整個商業 所以你這樣想來 這麼大一個範圍做一個大型的工業區 在當時來講是個很重要的產業 但是為什麼會選來這邊 因為這邊沒有人去 他處理取得成本比較低 然後當時的開發也比較好 那再來一個部分 剛才有人提到 有人坐公車從永吉路嗎 譯如在那邊 永吉路芋